高科大为全国最大的祭祠院校 融合清产优质、创新创业及海洋科技三大特色 提供同学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 以及跨界学习的优质场域 在以人为本、价值共创的自效理念下 自我取取做到BEST 成为高雄的智库、产业的引擎、南向的基地 融合的校园 我们更肩负为国家培育未许人才的使命 它必须具备全方位跨域 国际移动力、永续学习力 以及人本关怀 缔造出一所深受国际社会肯定 培育产业发展人才之国际化典范大学 高科大培养SDGS议题跨领域人才的思维 是将永续发展议题带入校园 让永续议题进入学习情境 成为师生研究的议题 让学术研究能回应社会需求 且具有教学意义 以海洋材料应用课程为例 教师引导学生发掘海洋材料资源永续的问题 于课堂中提出创意产品的开发构想 提案必须考量到资源永续利用 消费者需求 科学可行性等跨领域的思维 将永续议题融入学习情境 是系统性的引导学生发掘问题 跨域合作并解决问题的跨域思维学习历程 推动绿色能源为全球努力的目标 本校拥有国内首座离岸风电产业 海事工程精英训练基地 更获得GWO国际风能组织认证 成为台湾唯一能发振的大学 也是国内最完整的海事职场人才培育单位 未来将配合国家绿色能源政策 培育产业所需人才及研发相关技术 让学生快速累积离岸风电实际场域中实战经验 在毕业后能成为产业所需的极占力 可以投入于离岸风电市场 为全球绿色能源发展尽一份心力 在SDG ESG等关键字的热潮下 如何与企业共同善尽社会责任 也是高科大产学营运工作相当重要的一环 如近年与日月光文教基金会所合作的 永续城乡生根教育计划 即以高雄SDG种子孵育为主题 引导基层学校建立永续发展的教育机制 在与22所国中小学的共同努力下 以成功辅导134名老师 297名学子投入城乡永续工作 其设计的发展专案涵盖范围 遍布高雄市16个行政区 让永续发展的精神与思维 从基层教育开始孕育茁壮 高科大为教育部南区地方创生推动中心 提供学校资源串联地方公司部门 产业技术与在地文化等 协助地方特色转换成经济共生价值 在云林协助建立农村生态友善循环加值经济 加以建立在地创生共同品牌 用永续的概念模组串联循环农业的产业链 以及在高雄协助美农地区农业转型升级计划 屏东开发新皮箱高质化农特产品 建置完整的品牌协助农产品提升价值 此外在台南协助中西区 普济文史研究协会 进行庙宇文化多元产品设计开发 传承在地文化 高科大走出校园与地方结合 共创地方繁荣 本校打造低碳节能又便利的智慧校园 从改善传统教室使用方式开始 对教室进行自动控制供电 以达成节能管理 避免电力浪费 校园停车控位引导系统 透过智慧技术 快速引导至可停车之空位 减少停车绕行所增加碳排放量 行政资讯化的推行 有效减少不同校区文书往返所致跨校区车辆移动碳排放 更大幅减少纸张用量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以营造安全校园环境 友善交通运输 便利校园生活 高校行政程序及智慧节能等措施 逐步建构智慧化的有序校园 国际处鼓励学生国际参与 推广国际志工服务学习 积极开拓国际视野 寒暑假期间赴日、泰、马、月等国际体验自主学习 与越南、印尼、柬埔寨等多国学校合作 开办假日学校 柬埔寨国际社会责任实践营 及印尼环境保育志工营 让学生运用课堂所学 能贡献于国际应用与生活 透过亚洲文化探索与体验通试课程 规划马上去吧 海步行动吗? 跨国体验学习 探讨马来西亚沙巴海湾与 骑津海滩的环境保护议题 如何减少海洋污染 荣获青发鼠全国竞赛优胜 本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透过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办理各式创新创业课程及活动 培育出具备创新特质与创业精神的人才 中心辅导师生成立 新上田有限公司及大树社会企业 协助农业转型企业化经营 并透过生态教育将友善环境经营理念 传承给下一代 此外也协助小琉球开发设计 流行碑环保提带及环保塑胶带 并辅导社会企业处理金门澎湖环保局 海费保利楼 有效减速与降低碳排放 创新创业教育中心 致力培育创新创业人才 展开积极行动 达成SDGS永续发展目标 主题一 教育品质 永续供应加循环经济 主题二 师生团队SDGS与ESG成果 主题三 校园永续与智慧校园 主题四 USR大学社会责任事件与地方创生 高科大蓄势力计划 以永续城乡及海洋生态 两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为核心议题 在课堂当中 不再只是坐在教室里学习 我们实际带领学生走访场域探索 了解真实世界的样貌 而在教学层面 我们导入了SDGS的议题在课程当中 期待可以启发学生的学习意义感 也培训学生具备系统性的思考 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个是我们的产学案成果 那是以客家文化园区做合作 以图文 影像 还有互动 做整合做的一个AR互动设计 第二个是我们以高科大的形象 做的一个虚拟角色 我们以LIFE 2D以及面谱的技术 未来我们可以运用在一些游戏直播 或者是一些影像活动去做一个呈现 这是我们海市专题课程的作品 垂直走海流发电渦轮机 那我们有两个创新点 第一个创新点是我们滑槽的设计 它可以控制叶片开合的角度 第二点是我们凸轮的设计 凸轮有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是我们快开区 是准备开启的时候 第二个是我们的全开区 是我们汇集能量的时候 第三个是我们关闭区 在前面两个区块做结束之后 会做关闭的动作 高科大为了达到永续发展 在行政管理上面 采用校园永续跟智慧校园两个方向 那校园永续上面 我们透过建筑的工法 环保然后节能减碳的方式 来保护环境 另外配合政府的能源政策 学校设置了太阳能设施 增加再生能源的供给量 来达到能源永续的发展 我们协力师主要有各自不同的专长 那在每一个乡镇 其实有不同的它的DNA 那我们就是透过协力师注点 在每一个县市乡镇 将地方的物体找出来 连接学校及各部会的资源 去做串联 高科大投入教育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即将迈入第五年 我们所执行的主题涵盖了国际 海洋 农业 环境 天乡 五大主题 像这次主要产生的成果 是由营建系师生团队与工资系 文创系为高雄偏乡基层学校所打造的 建筑工程 以及防灾避难规划的设计 让山上的学童能有更优质 更安全的教学环境 此外 无论是高雄燕草的农村 或是从永安一路延伸到屏东 顶边加东的渔村 也都能看到高科大学生团队 与在地共同推动区域发展的身影及成果 同时高科大的老师 也非常投入这些有序的议题 合作得非常迷惑 还可以最近飞行 那它的续航距离就可以达到150公斤 那我们通讯距离也可以达到150公斤 这个角色会即时表演 你可以眨眼试着做动作 它会即时表演 就是展发或是张拍 对 所以这就是做实况主 校长可以当实况主 比如说在介绍 就是透过这个角色来做介绍 所以我们开发这个 也可以用在一些同学的简报 或者课程上面 都会用这个角色来介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永续发展不只是书本上的学习 高科大用教育的力量 带领师生去实践与解决问题 并积极落实永续发展目标 培育人才与世界接轨 让永续发展精神 杂根校园 并茁壮成长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您的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